好 待會還有我們右手邊的好朋友們 來 我們老師跟明珍 我們看一下前方右手邊的攝影機 大家都不害羞 你看 都是少女 都不好意思站起來對不對 好 OK 那當然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明珍 我們全民隊長來到現場 跟大家分享最喜歡的產品 老師 最後我們這個新產品上市 有沒有什麼小佩佛 要再提醒我們現場的女性朋友 跟我們的媒體發揮來的 其實我覺得 新一代的油光晶藥主張七點粉餅 裡面結合了Beauty Maker跟Kelan 還有工廠實驗室很多的新選 所以平常他們可以擺通一些 平常自己化妝的習慣 少量都是 你就會感受到Kelan在這一塊粉餅上面的用心 也希望所有的女孩都可以是 像明珍一樣是一個Shining Girl 可是你的臉不Shine 對 不再散油光了 我們再一次給我們明珍 謝謝我們Kelan老師掌聲鼓勵 謝謝 那當然我們今天新產品的發表會 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不過老師我相信今天有這麼多你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來到現場 待會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我們都會為大家安排 想跟老師聊天 想要抓老師來拍照的話都可以 在這邊也謝謝佑平珍 謝謝老師 謝謝佑平珍 這裡唱片大賣 謝謝佑平珍 謝謝佑平珍 謝謝 謝謝 那當然呢我們新產品 想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想問你 今天參加Beauty Make 活動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覺得很開心耶 因為我本身現在每一天工作 都是需要化妝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 從早到晚超過12個小時 有時候接近20個小時 臉都要帶妝 但是我的皮膚就是 就是T字部位很容易出油 所以我就是一直要找一個就是 它可以就是比較多功能的 就是直接查了之後 也不用再補粉 然後它又可以幫助我控油 然後又可以保護我的皮膚 然後我之前用到的就是 凱文老師的上一代 對上一代的氣墊粉餅 我就一直覺得好好用 然後當我要補貨的時候 才發現到沒有貨 那今天來到這邊就是 一起見證新一代的氣墊粉餅 就讓我覺得就很期待 那你平常都怎麼樣保養自己的肌膚 我平常如果是沒有工作的話 我都沒有化妝 對盡量就是讓皮膚就是 完完全全是可以休息的 那最多也就是薄薄的一個防曬出門 這樣子 那就不擦保養品 保養品會擦 就是會簡單的擦一些乳液 然後保護霜 然後再擦防曬乳這樣子 基本的保養品 對基本的然後就不上妝 不上妝了 對 那因為前幾天你跟田雅霍 有一起參加你的名字災難 對 那想問你平常有在看動漫期光嗎 有 很愛 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名字我看了之後 其實我有同感 就是我會相信這個世界上 是有時空交錯的 對我會相信這一個 然後我也會幻想自己 如果突然間早上起來 變成男生的話 會怎麼樣 就是會很喜歡去幻想 對 謝謝明珍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